《好久不見》作曲賴珍珍 填詞賴珍珍 譬如說我會聯繫到另外一首歌 我們經常都會遇到的 大家不用緊張 我也會遇到的 譬如你 Adore me So far far me re me 第一句 我就會想到聽海 Dore me do re re mi mi do far mi re do re mi mi 你的pick up do re 那兩顆16和一樣 接著re mi mi 你就是舞 你就是mi 接著你轉個far chord的時候 你就是用far 對方也是在用far 即是說你那些低音的位置 很確實就會重複了存在的歌 如果我聽了這首歌 這首歌很好聽 我只要很想找些東西放些畫面下去 拍個MV出來 它inspire了很多畫面 即是說它inspire了觀眾很多畫面 即是它這首歌很好聽 我想拍個MV下去 我立刻想到很多東西放下去 我覺得那首歌挺強的 但有時我會聽到這首歌不夠強 如果我就會說 如果這首歌我們會有什麼說法 有什麼說法 這首歌它自己就OK好聽 如果它是一套電腦裡面的插曲 就會好看很多 但是在比賽的世界 為了我們這首歌就要調轉 因為我們要first case 我想找一首很強的歌 如果再隔一些好 你的MV下去就厲害了 那我又說一下 其實你的chorus的哭拉 都是 catchy 一路建立下去 其實就太信義了 第二句其實就猜到了 哲哲哲堂打 我們以為四個巴是一半 okay 頭四個巴沒問題 但是去到後四個巴 其實是不是一定要有repeat 走哲哲哲 到底的話 其實 我發覺很多人寫歌 都是會有一個 但是很 sees 的 就會把第一句放在第五個巴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變化的 就算你用回那一句 可以用一首歌 其實不需要用一首歌 如果將我編這首歌 你可以讓我負�id 會落到6m 也會落到6m 接著要變成別的東西 就不要… 變成你的生命力會強 其實旋律來來去都要十幾個音 十二個音 你很難完全寫一首百分百 original的 melody 但有時有些時候你要想想怎樣去改變 不要真的會令人想起某首歌 還有旋律也有分… 有些會感到更新,有些會更舊 這首歌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問題 就是聽起來有一點舊的 melody 例如柳仲賢老師也有說 他有一開始聽的時候 也會令人想起聽愛這首歌 這些要注意,要特別要避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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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